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聽眾很多時候都聽過 那些Berrys Strawberrys Blueberrys Grujiberrys Grujiberrys 這些水果 都很有作用 但我相信 那個叫Elderberry摺骨目 就應該大家比較少接觸一些 少聽到一些 但其實 相信知道這個Elderberry 就在營養價值 在醫療效果上面 都很大的作用 元生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這個摺骨目Elderberry的醫療效果 好嗎 相信也是 很多人都吃啤梨很常有 還有香港地下 士多啤梨 藍莓 就算是黑梅 黑莓 黑莓 白莓 豆白 金蝶 서도有很多 via 不過 Hessen 比較多 用的 就是折骨木的果醬 那為什麼呢?原來這個elderberry 就是不可以當水果這樣生吃的 有些成分是不可以這樣吃的 所以有些人就不會聽到 為什麼我買不到elderberry 所以基本上你都買不到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 是由elderberry是製作出來的 是一種果醬 即是處理過、煮過才可以這樣做 所以首先講講 原來這個折骨木果醬elderberry 是營養成分很高的 它不單是有豐富的抗氧化 也有很多其他的營養素 比如鈣、鈣、鈣、氨基酸、胡蘿蔔素、丹寧 還有鈣和routin 這些都是其中一種 幫助我們身體的黏膜方面的 很有幫助的 這些啤梨呢 還有含有大量的維他命A、B、C、B-6 除了剛才所講的氨基酸之外 還有很多的濾黃酮 還有胡蘿蔔素 這些濾黃酮 當然代表它有很強的抗氧化 可以保護細胞對付破壞、損害和感染 除了鈣和鐵之外 它還有含有 我們稱為Steroid的固醇 丹寧和很多的氨基酸 在功效方面 原來這些折骨木的果醬 是有對付病毒消炎的功效 記住病毒和消炎的功效 通常在這一方面 這一類的折骨木 通常出現在什麼呢? 是出現一些溫大的地方 還有有時候有些亞熱帶的 通常是北美洲、歐洲 還有非洲的西北部 還有南美洲都有的 通常是比較溫大 不是一個熱帶的地方 那折骨木的果醬呢 在過去的所謂 我們叫做民間的醫療方面 在很多百年來 都是在北美洲、歐洲、南非洲 這些新籍的地帶 是用在多方面的 包括由咳 到細菌的感染 通常是指一些藍色的 和黑色的啤梨 才有這些治療的功效 這個應用可以追溯到 古羅瓦的時間 除了它在所謂的地位 現在開始在北美洲 都開始被採用和應用 通常是用來沖茶 將葉來沖茶 來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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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荷蘭的民間聚述 他說 折骨木的果醬 效果是很多方面的 他發現 荷蘭人認為 折骨木的葉 沖茶可以幫你淨化血液 還有花果 沖茶的花 可以加強免疫系統 主角的 下記者 不是生的 主角的 啤梨 也都會改善你的 新陳代謝 也都用來舒緩 關節的問題 很多時候 這些果醬 是用來治療喉嚨痛 和退消 尤其是當你有感冒時候的消 尤其是當你有感冒的時候的消 於是在醫學上 這個折骨木的果醬 我們在醫學上的 雷天號叫做 Sambucus nigra Sambucus nigra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講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 都經常用在小朋友的 通常应用是很好用的 通常审婚仔有发烧、鼻塞塞 上呼吸系统的感染、伤风感冒也好 他们会病到鼻哥不能呼气 夜妈通常都是这样的 病人的家人会聚想审婚仔说鼻哥很塞 塞到夜妈就会哭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塞到来不能呼气 通常遇到这个情况 我都会用这个疗剂 Sambucus 同学疗法叫Sambucus nigra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记住 这个折骨木的果是不能生食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物质 差不多像生癌那样 有些有毒性的成分是会导致死亡的 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个 这个啤梨就一定要煮过它才行 OK? 那才可以将这个有效的成分 提升出来的了 在治疗方面可以真的非常广泛 或者是逐步逐步地解释 跟大家介绍医疗方面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花 那叫花青素? 是 原来发现折骨木果酱是含有四种不同的花青素 那这些抗氧化的色素呢 是会有很多方面的健康的好处的 那这些花青素呢 是本身呢 是含有抗细菌消炎 和对付病毒的功效的 OK? 所以对那些 与你那些糖尿病啊 那些溃养那方面 那些糖尿病都会变重 会变成溃养的 那它也都会保护我们的细胞呢 是 就是受了破损的细胞呢 或者可能我们那个环境方面的 的破坏呢 和那个饮食方面的破坏呢 是 就是 可以做一种维修呢 那也都会加强呢 我们那个免疫的能力的 那这个呢 就是花青素大家都了解的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抗氧化的成分 那那个花青素本身呢 也都有很多的类黄酮呢 那这个类黄酮 大家都知道呢 是一种抗氧化的功效呢 那可以对付那些游离基啊 因为游离基会破坏我们细胞的游离基啊 那当然呢 破坏了的细胞呢 就会出现很多严重问题 包括癌症 啊 还有呢 就是 来到我们呢 加速我们的 加快我们的 衰老的过程 的过程 OK 那好了 那这些这样的类黄酮呢 这个 这个 切骨木匠里的类黄酮呢 可以呢 是 是 潜走了这些这样的 这样的 游离基 那就是 这个预防呢 呢 令到他们不可以 对我们细胞作出的损害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抗炎 是不是 那大家知道了 这个 原来这个的 这个的 可以帮助我们 膀胱炎啊 和尿道炎那方面的 OK 那大家知道了 其实很多的炎症呢 都是导致我们的痛症 啊 和我们的很多方面的感染 尤其是病毒性的感染 是 那也可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 那就是 切骨木的这方面的功效 那 那 因为它有这个 食咸有那个 丹铃呢 和 Bibunic acid 这种特别的成分 那最紧的最紧的 最紧的最紧的是 尤其今时香港 现在我们面对这个 这个世界面对的问题 嗯 就是那个 病毒性 那原来这个是一个 抗病毒的 一个最主要的 啊 啊 啊 这些骨木呢 是因为它有抗病毒的能力的 好了 那 它这个 这个 那个 抗病毒的能力呢 就来自它 它含有那个 那个 洋葱素 和那个 花青素 那所以这个呢 啊 也可以说呢 是减低 我们不同 不同的 的 品种的 的 那个 那个 感冒的病毒的 嗯 好了 跟着呢 就是那个 脂气管炎 OK 那可以减低 就是减低 改善我们脂气管炎的症状 癌症 因为它含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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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呢 啊 啊 啊 有男性的功效 心血管方面 亦都是这些成分 亦都会减低 保护我们心冠状病的危险 亦都可以在胆固醇方面 可以减低我们的胆固醇 最重要是最大的功用 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伤风和感冒 因为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功能 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可以减低我们的伤风感冒的症状 亦都可以喝点茶 可以令到我们的咳嗽 烧 喉咙痛 头痛 那些疲累 全部可以帮助到 这些症状 是不是我们现在 所谓新冠状病毒的最初期的症状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不单止是可以预防 亦都可以治疗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一种食物的工具 好了 还有就是 一方面就是 我有时候是 在伤风感冒之下 会出现很多鼻塞症 鼻痘症 鼻痘症 很多痰症 聚绩 这个可以帮他们 消除这些堵塞 帮他们把那些过分的痰液 堵塞 是帮你舒缓的 令到我们的黏膜 是没有那么肿胀 那就是 抒解我们的鼻塞 正如我所说 就是这样最后 有些一心鸟仔 三心鸟仔一伤风感冒发烧的时候 他的鼻液是塞塞塞 闭不了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거� posted 袁醫生一連串幫我介紹了摺骨木脹果這種植物 一連串在臨床上有很多功效 尤其是對於小朋友、呼吸系統、抗病毒方面很有療效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摺骨木脹果的療效 六創意健康店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站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摺骨木脹果的療效 剛才袁醫生在上一節幫我們介紹了 Elderberry摺骨木的很多療效 大家都可能關注到對於上呼吸系統的問題 感冒、傷風等很有療效 我相信摺骨木不只是在這方面 袁醫生麻煩你再幫我們介紹其他療效 原來在這個摺骨木的脹果對於糖尿都很厲害 在飲食方面可以幫助我們加入我們的飲食 對於糖尿的控制問題 因為它可以降低血糖、降低血脂和抗氧化 對於一些胰島素這方面的活動是可以有調理性的 接著就是免疫能力 我經常很強調 雖然現在的主流傳媒 經常都是說現在的新冠病毒的可怕程度 很害怕 經常被人出現一種錯覺 我們沒有藥醫的 其實這完全是荒謬的 我們未有西城藥醫而已 不是說沒有藥醫的 好了 在這個感冒方面 發現摺骨木的脹果 也是一種很安全的天然的處理工具 可以減低症狀 例如發燒、疲雷、頭痛、喉嚨痛、咳嚥、周身冤痛 可以這樣說 可以大大減低你胸復原的時間 可能現在很多病人 你看到在醫院那裡 即入院是已經很久的 搞了很多年 出院的病人不是很多 你可以看到 原來在過年這方面的研究發現 可以將病人 例如一般的傷風感冒 可能要病七天 可以減到三天就出現 這些工具 很多人都未曾了解到 其實是很好的 好了 那還有一方面 就是那個 那個視網網退化 即是大家 很多時候 年紀大的人 最容易導致眼盲的原因 就是視網網的退化 在醫學上也是沒得意的 就是經常都說 沒得意的 但是不是呢 不是的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可以預防 以及減低 那個視網網退化的傷害 好了 最重要的就是 我曾經說過很多次 就是呼吸系統的感染 傷風 或者上呼吸系統 可以減低我們那個 黏膜 那個分泌 那些痰性 令到我們那個 即是對付我們那個 呼吸道的膨脹 或者腫脹 令到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呼吸 現在已經看到了 我們面對這個 新冠狀病毒的其中的症狀 那些人就是 透不透氣 要用呼吸 要用呼吸的那個 那個 儀器 來幫助他們 繼續呼吸 但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 用這個 切骨木 漿果 其實都可以 處理這些這樣的症狀 好了 還有就是那個鼻鬥炎 是不是 很多鼻鬥炎的感染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的 就算你用抗生素也好 你都可以幫助抗生素 對付這些鼻鬥感染的症狀 好了 皮膚方面呢 幫助那個 暗瘡 濕疹 和牛皮症 牛皮症 是一種很難醫的症狀 然後就是喉嚨痛 這是一個很現在常見的 雙方感冒呢 包括現在的新冠狀病毒 其中一個很常見的症狀 就是喉嚨痛 都很厲害的 好了 還有一個 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聽的 就是 原來可以幫助減肥的 可以減肥 是的 可以不斷地用這個 這個 切骨木的漿果 是可以幫助我們去減肥 這個東西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的 是很有用的 是的 好了 我經常很強調 這一種的果醬 通常都是黑黑 紫色 很多時候就被人感覺 好像藍莓 黑莓 藍莓 很多人都覺得 這是一種可以吃的水果 但是記住 是不可以生吃的 一定要特別煮過 所以你應該在一般地方 都未必買得到 你能夠買到 通常就是一種 一種水果 一種果醬 已經幫人加工了 做過 或者 就算是果汁也好 通常都是一種 抽水物來的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 我們那個 綠倉健康店 我們都有這個工具 幫助我們的 病人 顧客 可以有一個很簡單 有效的方法 在處理現在我們 面對的這種 新冠狀的病毒 這種呼吸系統的毛病 是的 其實真的在市場上面 很少見到有新鮮 或者是摺骨木的 這個 但也都會見到 它製造了 那些 糖漿 那些 現在我們六創二 就是有 這隻的 是出售的 這個 也可以當一個 營養補充劑 來做作用 每天也是 一日三次 每次就是一個 茶匙 剛才聽過 對於 真的那個 最重要的 也是可以加強 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因為它含有 四種不同的 花青素 甚至是很高 抗氧化 和消炎的作用 尤其是抗病毒 由於現在我們都知道 新冠狀肺炎 是一個病毒性 所以這個 這個 摺骨木的 糖漿 就非常之有效 可以 也很安全地 幫到大家 去提升自己的 免疫能力 剛才我們有一個病人 可以說是一家人 我們從小到大 他的兒子 剛才從外國回來 從紐西蘭回來 回來之後 他父母就安排他 住在一個民宿 正如很多酒店 都不想招待這些 現在已經沒有這麼招待 在讀大學的學生仔 他也沒有住在家 他也要隔離十四天 但是他沒有住在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家裡有老人家 怕著 沒錯 我們通常都教他們 與其那個兒子在民宿 或者住十四天在吐 其實他可以即時 用浙光木的果醬 給他服用 萬一他真的有事 最重要是你去醫治他 不要這樣 吐吐吐吐 吐到他的症狀 那時候怎麼樣 是否不能醫治呢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都教他們 家裡人 自己經常用浙光木果醬 或者加上膠藍葉精華 膠藍葉精華素 上次我也和大家介紹過 這兩樣東西 都可以做一種預防和治療 所以不用等到有病症出現 很多時候你處理了 病症不出現 你身體已經有免疫能力 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不用怕 躲在家裡 什麼都不做 其實是不要這樣需要的 最重要 最有效的工具 都是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這真是達到可以做到 我們經常所說的 預防性於治療 但當有事的時候 也都是病向前中醫 我們有的有效的工具 可以幫到大家 去做個預防 但也都不排除 可能你已經在潛伏 已經有在的時候 不要就像袁先生所說的 等等等等等到病症出來了 那時候才死了死了 怎麼辦呢 這樣恐慌 早點開始去做 用這些工具 有效的工具 這個橄欖葉精華素 或者是摘骨木的醬果 serum 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大家可以繼續健康愉快的人生了 今天袁先生和我們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先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先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謝謝你袁先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